一端鋼彈紅色雞,人氣高到出圈的機體 就算是沒看過SID外傳的觀眾 也一定會經由各式媒體或玩具看過他 簡潔銳利充滿肌肉感的外型和帥氣的武士刀 讓他即便沒有正式登場在動畫過 周邊也是出個不停,形態也是越來越多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g 說到萬代的親兒子你會想到誰呢? 除了大兒子出剛外 不外乎就是能天使、獨角獸、攻擊、自由等等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也是其中一位親兒子 他就是只在漫畫小說等等外傳作品活躍 僅憑外型就吸引了眾多愛好者 有一堆根本沒看過這部的朋友 也是他的影迷 堪稱帥氣代名詞的異端鋼彈紅色雞 之前雖然或多或少講過SID外傳與紅色雞的故事 今天就讓我們一次來講完異端鋼彈紅色雞 20年來的各種型態 和他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鋼彈人物談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異端鋼彈紅色雞 機體編號MBFP02 高度17.53公尺 重量49.8公噸 異端鋼彈系列機體設計師為 阿九金潤一老師 鋼彈SID外傳系列中 有不少機體都是他設計的 像是異端非規格機等等的 他的設計語言是比較複雜的機械線條 不得不說 阿九金潤一老師所設計的機體 超能進行動畫化 但做模型的時候 如果你做到老師擔任機械設計的機體 成就感會特別好 異端鋼彈紅色機的固定武裝 有頭部的火神砲 背後的兩把光束軍刀 標準手持武裝 有盾牌以及光束步槍 背後的背包組件可以向下移動 並裝備上其他的選擇性裝備 要講解異端鋼彈 首先得讓我們回到SID剛開始時的時間線 地球聯合軍為了製造五台GATX系列機體 和歐普合作在海利歐波里斯進行秘密開發 但歐普在與聯合合作的同時 背地悄悄的盜用了聯合的技術 私自開發屬於自己的MS 代號Astray 那所謂的Astray意味著非正統邪道的意思 因為是在暗地裡開發的才會取這樣子的名字 並且成功製造了三機、十機 分別為能夠同時運用 歐普和聯合制武器的一號機、金色機 電腦內收錄了各種附加裝備設計資料的 三號機、藍色機 以及搭載了不完全自然人OS的二號機、紅色機 駕駛員是堪稱CE世界最大BUG的廢物商羅·球爾 雖然紅色機的自然人OS並不完全 但經由羅手邊的疑似人格電腦8的輔助 可以順利的駕駛 由於在開發時歐普的技術不足 异端鋼彈系列雖然成功的複製了小型化的光束武器 和沉著於攻擊的換裝系統 卻未能成功複製可以防禦實體武器的PS裝甲 因此開發團隊便反其道而行 以既然無法追求防禦 倒不如追求機動性的想法 走上了輕量型的道路 拿這樣的設計思路造成了異端系列最大的特色 內部骨架外露 各位看到機體裝甲上有顏色的地方 都是他們的骨架 這種做法不僅讓異端比起聯合的GATX系列更為省電 有著更高的續航力 也成功的降低機體重量 有著更優秀的機動性 和優良的可動性 為之後的紅色機能夠運用劍術提供了相當好的基礎 紅色機的故事要從海利歐波里斯崩壞後開始說起 羅一行人受到歐普技術主任艾莉卡西蒙斯的委託 就是後來在歐普請黃協助開發OS的那位 那一行人在第一時間來到現場 並發現了在秘密工廠內 剩餘的紅色機和藍色機 以及金色機所遺落的右手 這時羅和後來趕來的傭兵從雲和遭到歐普派來的殺手攻擊 原因是歐普想要徹底滅口 將看到異端系列的人徹底抹殺 由此可知異端系列的不正當性 以及其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角力 在一番二戰下 兩人先後搭乘上藍色機和紅色機 擊退了歐普派來的殺手 在這之後考量到光束兵器過於耗電 羅再入手紅色機不久後 前往了威在碎時代被稱為墳場的居住衛星 從劍術達人雲奧那邊 入手並修復了過去技術打造的MS尺寸用日本刀 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G1文字 以及劍術的使用方式 這把刀最知名的地方 除了能將札富特的潛水劍整燒一刀兩段的鋒利度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砍開或者反彈光束 連音波武器都適用 至今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原理 是一把非常神奇的武器 雖然後來異端常被人噴科技術暴走 但回頭來看 G1文字本身就是很奇怪的存在了 在不久後 紅色機與只有左手的金色機交戰 並將手掌中洩漏的能源作為起洗手段 暫時擊退了金色機 這個攻擊手段在遊戲中被稱為光雷球 而後紅色機移植了金色機遺留的右手進行修復 因此後來的紅色機是能夠直接使用聯合軍武器的 由於駕駛員、羅球爾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 以及紅色機本身優異的擴通性 後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裝備和改裝案 首先是出自於Extray R 第10化的紅色機 及其水中裝備 外觀上很明顯是使用了 札富特軍MS古恩的殘骸 是為了保護裝甲薄弱的紅色機 及其改造的水中用裝備 古恩的外殼在緊急時可以直接排除 藉由這套裝備 羅成功打撈了曾在海底的稀有金屬 接著是曾在宣傳影片中登場過 紅色機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型態之一 紅色機飛行組件型態 這紅色機在抵達歐普後 使用了M1異端的背包改良而成的裝備 背包左右兩側的雙翼為燃料槽 必要時可以直接排除 另外經由8的控制可以做到短距離的遙控操作 手上的8庫偵察型頭部是羅在競標時所購入 保有雙頭光束軍刀的功能 算這顆頭之後馬上就會丟掉了 隨著劇情的發展 羅等人再次回到宇宙 並使用在地球上打撈的稀有金屬 打造了一把長達150公尺的巨大日本刀 這把劇劍被稱為150橘翼文字 是不論劇中還是劇外都會讓人覺得 相當亂來前所會有的誇張武裝 想當然了 一般MS的手臂是不可能正常使用的 這時協助三件同盟普及的羅 看到了正義和永恆號上面的流星組件運用情況 靈光一閃 設計出了以流星作為靈感的強化承載裝備 這套裝備由上半身和下半身兩套組件組合而成 與這套裝備合體後的紅色機 猶如巨人一般 能夠順利的使用150橘翼文字 羅曾經使用過這套裝備 做到各種難以想像的事蹟 例如斬斷殖民地的中央軸 而將戰劍刺成串燒等等 這套裝備在與札夫特的重生鋼彈交戰時毀損 但後來得到了精通工程學的王牌駕駛員 閃耀胸心J江凱莉的協助 以高出力紅色機的姿態重生 這種形態下的紅色機不再使用強化承載裝備 而是直接換裝上兩具巨大的手臂 新的裝備組件搭載了將所研發的強力內燃機 可以直接揮舞150橘翼文字 更是一拳能把重生鋼彈打到失去機能 那在以前的SD鋼彈Online這款遊戲中 這個形態也被人稱為紅星星而聞名 就連大絕招也是召喚150橘翼文字砍人 相當的熱血 那以上就是在Astray和AstrayR篇登場過 紅色機的各種形態了 進入Destiny Astray在故事開端前往火星探險的羅 同樣持續的改造著紅色機 在這裡登場的是紅色機火星裝甲 簡稱紅色機MJ Mars Jacket 外觀上看起來根本就是UC的截額骨骼 再把外裝甲進行排除後 就可以明顯的看出紅色機的外觀 紅色機MJ在整體推力上經過強化 在重力較弱的火星上擁有能夠獨自脫離大氣層的能力 此外也能夠單獨屠入地球的大氣圈 專業武裝有將光速剃刀和步槍一體化的光速雙劍步槍 背包上備有兩把武士刀 武士刀的刀鞘還具有光速炮的機能 是一台比起原本作為民用機體的紅色機 更具有實戰性的機體 這台紅色機MJ在故事中被火星人迪亞哥奪走 並在之後歸還給羅 這套火星裝甲也連同一台量產型翼端移植上去後給了迪亞哥 接著的三部作品分別是Frame Asteris vs Asteris 和Destiny Asteris R 這三部基本上都是在雜誌上所點載的模型圖像企劃 首先先從有漫畫和小說雙重敘事的Frame Asteris開始說起 雖然主要是在講藍色機和綠色機的故事 紅色機登場的戲份採用了韓國大會的第一名 全身纏滿繃帶的型態 於是漫畫畫後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看起來就是一台木乃伊鋼彈 武裝和性能什麼的就只是原本的紅色機而已 從這裡可以看出異端系列因為各種不可抗力 漸漸的走向自我放飛之路了 紅色機也離剛登場的簡潔造型漸行漸遠 慢慢的開始朝Seed大翅膀主義的繁雜方向前進 之後的VS Asteris更是徹底的暴走 關於VS Asteris前段時間才剛做影片整理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看 而正如那篇影片中所說 紅色機在VS Asteris中修改後的型態 被稱為紅色機改 是羅將自己所擁有的技術全部堆上去 極大層的作品 除了變成星爆二刀流外 背後追加了一把要你命3000 外表看似藍色機2L的那把大劍 實際上兩者完全不能夠相提並論 小小的一把功能卻包括了 大劍、飛行背包、焊接器、光速槍、鋼筋錦 鏡段鋼彈的轉彎光束、光輪推進翼 不知道為什麼要裝上去的龍機兵 以及10倍出力的加強版災禍生態刀 簡直是把科技當作積木一樣若無其事的往上堆 設定上雖然有因為科技複雜化故障率高的缺點 但這對本身就是技術人員的羅根本不算什麼事 接著要介紹的型態是因為出過Metal Build作品 而聲明大造的紅色機紅龍型 登場於Destiny Asteris R 要介紹紅龍型就得先講解這把被稱為是烈雷劍的工具 對,它是一把工具 那烈雷劍的功能不僅有焊接機、切割機的能力 也能夠拿來戰鬥 分別有作為光速步槍的G型態 而將刀刃組合起來變成大劍的S型態 此外內藏幻象化粒子散佈裝置 可用來控制機體姿勢 或將對手的幻象化粒子無效化 說過它不是兵器我還真不敢信 紅色機飛行背包額外搭載3把烈雷劍 加上頭部換裝成能夠強化幻象化粒子控制能力 用有多功能光速天線的紅龍頭的型態 就是所謂的紅色機紅龍了 你可能會好奇這個型態下堆滿幻象化粒子科技是要拿來幹嘛 羅本人的解釋也很讓人無言 他說也會很帥啊 那到這裡就當你認為紅色機已經不能再扯 再出現什麼東西都不會嚇到你的時候 Metal Bill跳了出來 告訴你紅色機又有新裝備啦 對沒有錯又是Metal Bill 這把武器叫做150G1文字 POWER 長得像這個樣子 你一定會問他的刀身呢? 那150G1文字不是一把150公子的大刀嗎? 在Astray天空的皇女故事中 羅羅他為了阻止天之玉柱迴旋部的異常 使用了150G1文字刺入迴轉軸 雖然順利避免了天之玉柱崩壞 150G1文字卻被硬生生的擰斷 碎得四分五裂 這把又大又誇張的150公子大刀 就這麼輕易的退場了 而在當大家都以為這150公子大刀沒了以後 就不會有什麼奇怪東西的時候 羅把已經失去刀身 150G1文字的刀柄部分改造成了洋電子炮 就是大天使號左右兩隻腳裡面的那個大炮 這把洋電子炮居然還是使用電池就能驅動的 這把武器還有變形機構 刀的柄頭部分還可以卸下來作為武裝使用 一邊搭載了阿爾提密斯之閃的光盾 另一邊則是兩組武器 有手指虎拳套一樣的武器 也有像鋤頭一樣的藏兵武器 那把刀沒了以後的紅色機反而變得更強的感覺 那這大概就是目前最新的型態了 除了羅駕駛的紅色機以外 外傳中也有其他紅色機的變體MSV 第一是先在VS Astray中登場 紅色機的複製機 駕駛員是被圖書館復活的年輕時候的運奧 基本性能跟紅色機相同 使用的日本刀變成虎測 第二則是在Astray裡面後期登場的人物 瓦勒良、瓦勒里這位老兄是SID的世界觀中 軍火開發公司阿克太陽的技術主任 他加羅斯為勁敵 他所設計的這台機體 因為有著白色骨架、紅色的裝甲 跟紅色機都正好相反 因此被稱為是異端鋼彈逆紅色機 其實就是大量抄襲羅的技術誕生出來的機體 那除了配色以外 造型上基本上與紅色機相同 除了背包外 最明顯的就是頭部大型化的V字天線 機體搭載了戰鬥系統AI80 這也是從羅的人工智慧電腦8那邊抄來的 因此能夠做到無人駕駛 武裝上除了標準的光束槍、盾牌以及破甲者外 最顯眼的便是後面兩把戰術複合武裝 這就是異端藍色機二型搭載的那個武器 算是非常沒有誠意的設計 看過羅的紅色機紅龍型後 不甘落後的他再次抄襲了羅並進行改良 用新造的異端紅色機改造出這台暗夜紅龍型 名字叫暗夜紅龍型也沒有什麼原因 單純就是想要比紅龍看起來更屌而已 比起紅龍型的烈雷劍 新型烈雷劍的外型和功能上都更有攻擊性 可以將三把的光束刀組件組合在槍柄頂端 變成被稱為J-MODE的標槍型態 頭部的新型光束天線和飛行背包也皆有改良 我覺得賣模型不是不行啦 這個改天線加一點裝備說是新機體的賣法 怎麼說呢?鋼彈本質上就是一套模型宣傳用的廣告 但這個做法也有點太入骨了 那以上就是紅色機的各種型態 以及各種派生機型的完全介紹了 說實在我一開始想說紅色機的資料很多應該還好 沒想到後面各種型態越數越多 你也跟我一樣意外紅色機會有這麼多型態嗎? 對於這麼多種型態 你有最喜歡哪一種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